孩子免疫力低,容易生病,惆怀了父母,给孩子买了很多营养品,这还是没有效果。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,父母只要给孩子多选一些,有助于提高宝宝抵抗力的食物就好。 由于食物中每样所含的元素非常多,有一些孩子缺失的元素,就在这些食物中。 那么吃什么能有效地提高宝宝的免疫力呢? 一、全麦食品,极高免疫力的食物。 全麦食品含有铁、维生素、铭、鲜和粗纤维素等多种宝宝所需的营养成分。 我们可以把粗粮和面粉混合制作主食,比如发糕,同样能给孩子带来丰富的营养。 二、猕猴桃,猕猴桃被称为营养的金矿,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。 据分析,每百克猕猴桃果肉的维生素C含量是100、420毫克,堪称水果中的VC脂肪。 此外,它还含有较丰富的蛋白质、糖、脂肪和改、磷、铁等矿物质。 而且,它含有的膳食纤维和丰富的炭氧化物质,能够起到清热降火,软到通便的作用。 但要注意,猕猴桃中间带子的部分,尽量不要给孩子多吃,因为这部分不容易被消化。 三、黄绿色蔬菜。 由于黄绿色食物中大多都含有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等元素,而膳食纤维的主要功能是可以预防便秘,保持肠道畅通,创造良好的吸收环境。 比如水果中的果导糖,对肠道中的益生菌有很大的促生长作用,就等于肠道中铺了一层免疫地板。 黄绿色食品中还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,有些胡萝卜素在人体内,可转化为维生素A,从而增强免疫系统发育。 四、豆制品。 豆制品中含有大量丰富的蛋白质、钙、铁、磷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B群和DG糖等。 主要有清热补虚、真金热造、清热戒毒等功效。 对消化不良、因感冒、营养不良的孩子有很好的效果。 五、菌类食品。 菌菇类食品有助于提高孩子的免疫能力,可以很好的改善孩子心血管方面的功能。 如银耳内含十七种之多的氨基酸、钙和维生素等微量元素,从而起到很好的滋阴润肺、真金氧味的作用。 就如香菇、蘑菇等,大多含有多糖类化合物。 多食用此类食品可促进肠道预生针的生长,有效的预防肠道疾病。 看了餐点的这些食物,大家是否对孩子吃什么有了一个新的打算,再也不怕孩子常生病了。 其实生病也是不怕的,使用一盖二的温枪,随时检测孩子的体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